戴著口罩帽子 謝忻發醒的哥哥 趕到佛堂 難過到不能自己 難過的不只發警哥哥 52歲的謝忻男子 他和太太育幼 一子一女 女兒離愛休學 兒子在宜蘭九讀大學 13號當天 他請了兩個小時的假 提早下班 帶著妻子跟離愛的女兒 到台南遇警佛堂 沒想到一家三人命喪火箍 獨留兒子 最悲傷的是 家人遇難當天 是兒子的生日 他卻要獨自處理 家人後事 他說 這也是怪我自己 很自責 他情緒還好 佛堂負責人非常自責 而在台中高分月 任職十多年的謝忻罰警 工作認真 是同事眼中的好好先生 當天離開前 他還和同事上演十八相送 怎麼也沒想到 這一去真誠有格 我們這十幾年的同事 台南遇警佛堂遭縱火 罰警一家三孔命喪火場 714年前 苗栗也曾發生類似案件 2015年12月27號 苗栗後龍一處鐵皮屋 突然起火 火勢猛烈 當時屋內有15人受困 所有人都在熟睡 造成親民女性 來不及逃生 當時他們是到南投 參加密宗聚會後 轉至苗栗房友 並留宿 還一起聚會聊天 討論後續的宗教展 沒想到就發生意外 最終釀成巴斯慘劇 記者中部 綜合報導